明天會被拆除的樹大概有幾個 他們預定要移植的樹是32棵 那前面前一波已經有凍到8棵 修到不成熟洗 剩下樹幹 總共是1石7重傷 那現在目前1石7重傷還在司法證判之中 行政部門現在傲難很粗暴的 這樣的疑訴行為 很明顯是藐視司法 在6月4號呢 刑法138條的這個回損公務罪 檢察官還在正在偵查之中 結果現在官方 我們收到的情報是 官方準備在明天早上8點半9點 要在這裡拜拜跟動工 我們在經過了6年的長期 人人都以肉身互訴的方式來保護 事實阻止的決心